转眼间又到了年底 按照本频道传统 应该要说一说怎样打台湾 不过今天我不想做太多军事层面的分析 而是想跟大家聊一个近些年很时尚的话题 假如中国民主了 是否就一定会打台湾 为了防止有些观众不太了解这套理论是什么意思 我还是先来解释一下 其实设想中的情况是 假如明天中国就举办全民公投 投票选择要不要立刻出兵台湾 而按照目前的民意来说 武统派一定会占据绝对主流 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是 开战 轻辞 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有一些道理 我们在互联网上经常能看到 墙内网民对台湾山呼海啸一般的 喊打喊煞之声 而中国官媒对台湾地动山摇般的威胁 也屡见不鲜 台湾问题处理不好 中美关系地动山摇 似乎完成统一 就是中国最最底层的基础性民意 完全统一就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书名 但是只要稍微往深处想一想 就会发现 这种说法其实是把两个高度复杂的问题 可以简单化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叫民主 第二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才算民意 咱们首先来说比较浅显的第一个 每个人都能投票 就算是有民主了吗 显然不是 现代语境下的民主 它不可能也不会单独存在 它必然要及其 诸如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结社自由 司法独立三权分立 等一大堆前置条件 给人发个选票 让打勾打差 不能算是民主 最多只能算是人民民主算真 这里我们还可以拿台湾自己的民主化进程来举例 自1980年的开始 资本世纪初期 台湾人通过自身的努力 想要争取到了解除戒严 开放党禁报经 宪法征修 国会全面改选 省市长直接民选 总统直接民选 等诸多民主化成果 并追踪实现了政党轮替 正是终结了中国国民党 长期一党独裁的高压统治 成为了受西方公认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当然这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 台湾的民主先驱 在野百合雪云 美丽岛临栽续岸的事件中 付出了血的代价 而在经济学人发布的 全球民主指数评分与排名中 台湾的分数也是逐年逐步缓慢上升的 从90年代只有负7分的独裁政体 最终退缘为10分的完全民主政体 很多人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体制 但我认为它更像 也更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而从整个世界近代史上看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在不受外部入侵 或宪政权瓦解的前提下 在极短时间内 是限独裁到民主的无捧切换的 好 就算是民主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来实现 那么当它最终完成后 中国人是不是还要打台湾呢 在网上甚至在本频道的留言中 经常有人说 我不喜欢共产党 但我一定要打台湾 因为完成祖国统一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历史使命 还有人说 我知道我在中国过得不好 所以我就更想要让台湾人来体验我的生活环境 台湾那边的老乡 听说那那边无价可贵 费机 马上那的好日子都来到了 或者我们还可以把这个攻击范围更扩大一些 扩大到日本 因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 在中国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 或是因为日本优异政客参败经过神社 或是因为核飞水污染环境 或者是因为日本人辱华 各路爱国人士纷纷涌上街头 打造人服务拿着忧行锁 一口一个杀光小日本喊得正天响 那么这算不算是民意呢 我的答案是它算也不算 取决于我们要不要为其引入一个参考变量 比如最近这些年 由于中国政府愈言愈烈的战狼行径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度 在各种民调中都屡创性低 这就是民意 但假设有一天 这种对中国的民意由现在的讨厌 变成了仇恨和敌视 西方国家就会逐渐八国联军 花五十五天再度攻占北京吗 诶你想得美 这事基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民意一旦进入民主程序 人们就得考虑它的代价是什么了 而代价就是我所说的变量 我不喜欢中国 所以我要断绝于中国的一切金贸往来 但代价是咱们国内的物价飞涨 股票狂跌 大批投资血本无归 当然政府或政党不会主动告诉大家这些 但还记得吗 民主制度必定伴随着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诸多的媒体自媒体 以及没有防火墙的国际互联网 会让大多数民众了解到这些代价的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哪个党上台 美国与中国都会藕断失联 不可能完全脱钩 甚至不用说主动付出代价了 哪怕就是敌人逼到了眼前 所谓的民意也不一定会走向对抗 这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台湾了 假如说现在徐某宣布参选台湾总统 我的竞选承诺是 台湾武装独立全力发展国防 我要一年征兵200万 购买神盾战舰生产机 还要发展核武力 保证让任何人都不敢来进犯 但代价是取消全民健保 减少基建和福利投入 请问我能选得上吗 当然我举的例子有些极端 并不会在现实中发生 但各位不妨看一看 本届大选中的三位候选人 有谁是主张与中国硬碰英 武装对抗的呢 民主制度与穷兵独武天生相克 在战争与和平之间 他往往会选择后者 这也就是为什么 随定政策只会出现在民主阵营 而不会出现在极权国家 极权国家不防守战争 只有两个原因 他打不过 或者是独裁者本人 需要付出重大代价 回答开头的问题 中国民主了 是不是就会打台湾 我觉得不是 至少他欠缺一套完整的政治逻辑 与其说他是一句对未来的预言 倒不如说是对当下的情绪宣泄 既然都说到了这里 那咱们不妨隐身探讨一下 台湾怎样才能获得真正的安全 有一种观点认为 台湾问题的根源在于大中华主义 应要必须解体中国 才能让台湾安全 最好是要碎省一片诸夏小国 此次无法对国际实惠造成威胁 我觉得这就属于病因和药方都没有找对 大中华主义 或者是任何的大杀杀主义 都一害无穷 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 大中华主义是很具有战略弹性的 甲午三败大清割了台湾 中国人念念不忘惦记至今 但对同样是在19华尔世纪 丢失的蒙古和外东北 中国人却在主客观上选择了遗忘 甚至你提到这些地区的时候 还会被资深粉红来教育 要有大局观 这说明所谓的自古以来 都是有选择性的 这个选择肯定不由普通的民众来做书 而是从金字塔顶部的那些人所操控 他们之所以要针对台湾 那是因为台湾已经用实力证明了 一个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 竟然能够如此成功的应用普世价值 而应用普世价值就意味着 你已逐渐从大中华的壳中破茧而出 其实台湾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大中华主义 或大汉族主义 但凡是一个民族国家 它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样的毛病 大中华真正的bug在于 它始终没有与时俱进 没有经历过现代化 且仇恨现代化 一个法国人到了农军院 可能会追一起拿黄西日一扫六合的风采 一个英国人观看了国王的加冕礼 可能会感叹不列颠的日不落岁月 当你问他要不要拿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时 他肯定会觉得你是个神经兵 神经兵啊 历史的事情就让古人去地下争辩好了 什么是民族主义的现代化 说白了就是要关起门来过日子 你过你的日子 我过我的日子 据说中国是不是要彻底分裂 才能保证台湾的安全 或许是 但并非必须 且难度很高 这里我觉得首先要分清楚 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区别 民族国家的内部粘性很强 一旦形成 很难出现那种突然崩裂的情况 近代的几个例子 基本上都是由外力所知 比如南北韩东西德 而在当下的时间点 最容易分裂的大国恐怕是俄罗斯 但我们能看到 即便俄军在乌克兰打成了这个鸟秧 普京依然能牢牢掌握权柄 未来即便普京彻底失败 费拉的俄罗斯最终分裂 也很难列成那种碎片模式 最可能的情况也只是减少对边疆的控制 令那些原本被武力压抚的少数民族地区 脱离俄罗斯主体 相当于是来了一次苏联模式的二次解体 中国也是一样 其少数民族问题一定会是个大雷 但主体却很难碎裂 说到这里可能会有人拿20世纪早期 军阀混战的局面来反驳 但与说它是分裂 倒不如说它是统一与统一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 毕竟各路军阀甭管什么今晚约归系 全都打着中华的旗号 彼此之间争权夺势 但却从未想过脱华而自立 有人说中华民族不过是梁启超的一个小发明而已 但我觉得梁子伯是为19世纪以来 中华汉地的民族主义风潮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形容词而已 或许有朝一日所有的民族国家终会走向分崩离析 但我更愿意把这个希望寄托在马斯科的新纪移民商 而不是在家等待大洪水的发生 所以台湾面临的真正现实就是 身边的这位邻居一时半会他搬不走 即便于内乱导致实力有所削弱 但总体实力依旧会是更强大的 而一批受伤了的狼 往往会并没有受伤时更加可怕 那么究竟什么状态的中国才让台湾感到安全呢 上一回台湾实证博主巴准来造访我 我就曾问过他一个脑洞大开的问题 假如中国变成了一个超大版的瑞士 并且他还是要来统一你 你愿不愿意加入 不等他回答 我就已经替他做出决策了 你一定要愿意 不愿意是傻子 甚至包括屏幕前的观众 以及两千三百多万台湾公民 也一定会愿意 我知道 现在肯定有不少台湾人正打算反驳 我们台湾人就是台湾人 绝对不是中国人 不过先别急 先听我说完嘛 瑞士公民从出生开始 便可以无差别的享受儿童福利津贴 直到年满16岁 16年间总计约4万瑞士法郎 16到25岁则会有教育津贴 总计约3万瑞士法郎 两者相较为7万瑞士法郎 折合8.3万美元 同时全国的公立学校完全免费 而且这个免费不是一般的免费 是100年间20个科学类诺贝尔奖的免费 是每100万人中就有1.1个诺奖得主的免费 瑞士人学生毕业后若选择进入职场 将会获得6555瑞士法郎的平均月薪 约合7000美元或20多万新台币 去年台湾的平均工资为4.4万新台币 不到日瑞瓦地区最低薪资4000瑞士法郎的三成 若是在早些年 这可以享受每人每月2500瑞士法郎的服务品津贴 至于其他方面 比如工作食堂 假期保障 性别平等 养老福利 免费医疗 居住环境 瑞士也都是大幅领监于全球所有国家 这里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其实不要说台湾了 什么韩国 很多日本越南新加坡简谱灾 只要跟中国有半年关系的国家 都会挤破头想要加入这个中华瑞士联邦 到那时候就不是走先去美国了 而是走先去中国 当然这不可能发生 现在的中国不是能不能成为瑞士的问题 它是会不会沦为朝鲜的问题 再说了就算在梦中它真的成为了瑞士 我敢保证 它也会一脚把那些非核心领土全部提开 因为人性永远是自私的 假如它现在活得比你好 它就会希望一直比你好 绝不可能主动带你一起玩 这其实也是瑞士 始终不肯加罗蒙或联合国的根本原因 说到这里 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一个真正实现了自由民主 且贯彻普世价值的中国 绝对不会是台湾的底人 如果倒是它的经济不好 它不会像现在这样叫小战争 而是像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一样 为解决国内的事情而焦头烂额 如果它国富民强 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就像加拿大从不担心美国一样 想办法赶紧从它身上搞钱 才是硬道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